教育局提醒明天將公布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結果 包括自行分配學位及統一派位 參加升中派位的應屆小6學生 明天須返回就讀小學領取派位證及入學註冊證 教育局今日表示 今年的年度有49,448名學生參加升中派位 在獲自行分配學位的學生當中 有66%的學生獲派首志願的學校 透過統一派位獲派學位的學生當中 有71%的學生獲派首志願的學校 而有89%的學生獲派首三個志願的學校 当局提醒所有參加升中派位的應屆小6學生 明天必須返回就讀小學領取派位證及入學註冊證 並須於本週四或週五前往獲派的中學註冊 如家長在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內 已經填寫了手提電話號碼 也會於明天透過電話短訊得知派位結果 如果學生及其家長或監護人 未能親身回校領取派位證及入學註冊證 有關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 應事先以書面授權代表 幫其子女領取有關文件及辦理註冊手續